第十四题 请问在两峭壁间喊叫一声 经两秒听到第一声回声 再经一秒就听到第二声回声 则两峭壁间的距离为多少公尺 那么这一题呢 我们最好呢先来画一下图 那么这有两个峭壁 然后呢我在这边发一个声音 然后呢出去声音传回来 出去声音传回来 第一个声音回来的时候 我们总共花了两秒钟 那这个声音喊到这里 又再经过一秒钟 它就让我听得到了 所以呢在这个声音呢 总共花了应该是花了三秒钟 总共花了三秒钟 那我们晓得呢 我们晓得它的速度呢 是每秒三百四公尺 所以第一个在我们的这一边 我们在我们的这一边 它所走的距离呢 就是三百四十公尺乘以二 总共有六百八十公尺 但是呢它是来回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六百八十 必须要除以二呢 会等于三百四十公尺 也就是呢我们的这一段 我们的这一段就是三百四十公尺 那么另外一边呢 它花了三秒钟 所以三百四十呢要乘以三 等于呢一千零二十公尺 那么这也必须要呢除以二 然后变成了五百一十公尺 就是表示了后面的这一段 这边的这一段呢 就是五百一十公尺 那么两个三B的距离呢 就是要把它加起来 就是三百四十公尺 加五百一十公尺 会变成八百五十公尺 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呢 应该选择的是C八百五十公尺 所以我们第十四题的答案呢 选择的是C八百五十公尺